哈喽大家好,这是阿西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我的世界 外面有几只僵尸烧枣了 然后我发现我们这边的进度有点慢 前几期都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我们今天就多来完成一些这些进度吧 跟着进度走好了 这边禅遍天下食材 38种我才吃了6种 这个一下子玩不成吧 用坏一把钻石除 然后重新考虑你的人生抉择 我只有几个钻石刚挖的还要用坏吗 算了吧 繁殖一对动物 这个可以啊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顺便造一下我们的农场 OK那么首先得去找两只动物过来 我先圈一块地吧 不然就在这里吧 把这里改造成我的农场好了 这棵树就留着吧 然后呢 我们得去做一些柵欄 我记得我上次还有的吧 OK我又做了一些柵欄 然后 诶 对了我们上次挖到的钻石 还没有处理掉呢 我想要做一把钻石搞 好 等等等等 我们有钻石搞了 然后再做一把钻石剑吧 诶 就让他们有个饮用水的地方 OK 然后把这个地给圈起来 OK就回到这里过吧 好呢 这边我也需要一个门 多弄几个门 OK 然后我得准备几桶水啊 在这边 把这里填满 给他们喝水用 找水 诶 我有水啊 然后 然后我得带点小麦什么 在身边去抓那个 去勾引小动物 这个水 我先把它放下去吧 要怎么放好一点 是怎么放会有无限水源啊 这里放一个 然后这里放一个吗 哦好像是的 哎 我操那几个人又来了 我得去把他们处理掉先 他们 不是要往我的村庄走吗 不行 我这次有四个啊 他们要去哪里啊 不管先把他们解决掉 不打我吗 打下去的 OK 不管了 先把他们解决掉先 管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把我的村民都杀光了 太可恶了 我天黑了 先回家吧 先睡一觉吧 我右上角 buff是什么东西 这个水呢 我是没弄明白 怎么才能把它弄满 就是中间这一块 这一块 我想要那种不会流动的水了 这种会流动的水很吵 OK 差不多了 水潭就这个样子吧 然后我想做一些灯笼 把这稍微给装饰一下 我现在铁应该蛮多了 可以做灯笼了 灯笼需要火把 然后一圈铁钉 哇 一圈那个铁粒 把我的铁都拿出来先 然后 哦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干嘛呢 这太多了吧 没关系 先用着 在我们家也挂两个灯笼 不错 其实这些火把都可以换掉了 换成灯笼了 淘汰掉 这样子有稍微好看一点 这里也挂一个 然后我室内也要稍微 稍微来一点对吧 角落里面都给它挂起来 诶 怎么不会亮啊 怎么不会亮啊 灯笼还要打开吗 诶不对啊 诶 诶我不知道怎么会晒 灯笼不会亮啊 难道要在灯笼里面 放什么东西吗 诶我得 我钻石搞得省着点用 平常就用这个稿子 我先睡一觉吧 灯笼为什么不亮啊 不管了 灯笼我就先挂着吧 是不是因为有mod的原因 观影的原因 所以它不亮 我到下面矿坑去试一下 就在这里 真的不亮啊 我把观影关了 看 上了 嗯 这好像是有亮 观影关掉之后是有亮 是观影的原因吧 观影关了之后 我的帧数跳到了400多 不然我们等晚上再试一下 等晚上的时候我们换个其他的观影试试 那我把外面也插起来先吧 OK就这样吧 会不会太密集了一点 算了先犯着吧 不要太多纠结了 然后呢我去抓几只小动物过来 村庄好安静哦 现在村庄没人了 哎呀好多牛 好多牛 来 牛是吃小麦的 四只差不多了 走吧 有几只掉队了 有几只掉队了 我得走慢一点 不然他们跟不上 下来下来 下来 给你们来一个吧 每个人都吃一个 生出小牛了 两只小牛 太好了 繁殖了小牛 话说牛是不是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去打点牛奶 挤点牛奶 可以 牛奶没有加多少那个 我去把专嫁收一下吧 已经没有人来料理专嫁了 村庄好亮哦 我去那边实验一下 是不是 果然是不会亮啊 我再换个其他的观影看一下 这个观影好像是1.12的 所以它不会有那个吧 没有灯笼 我这个会亮 这个会亮 但是有点太密集了 我这个灯笼 看起来有点头晕目眩 我弄掉一些吧 这样子太多了 太多了太丑 牛都会掉到水里面 他们都散不来了 这个咋整啊 你们倒是上岸啊 这应该上得去吧 哎呀难受 我这个观影亮度有点高 我感觉 比之前亮度高 可是为了我的根笼 我还是用着吧 我要再去找一些其他生物 那两只猪吧 猪是吃胡萝卜的吗 哎果然是耶 跟我回家吧 可是只有三只耶 三只就三只 你来一个吧 能不能生猪小猪 我生出来了 小猪好可爱哦 小猪好可爱哦 那边几个人又来了 那边 我先把小猪带回去 等一下再去把他们解决掉 好多我村庄里面都没有村民了 他们都要过来吗 我这个村庄太长了 怎么有一只掉了 你是不是特别笨一点 快上来 这只只有笨一点 来吧来吧 给这只小猪吃一点 不能给他吃吗 哦吃过了是不能再吃的 哎马力鼠你要吃啊 怎么真是猪啊 然后把这些蠢牛给救上来 我也有告示牌 阿西的家 可以换 换方向吗 怎么是这个方向 算了就这样 我把这四周挖一下吧 这四周这样子挺难看的 不过话说 我把这个 树的下面这一个挖掉会怎么样 它会死掉吗 把这个水坑给填上来 这水坑太难受了 这样子 牛都会掉进去 不只是牛 猪也掉进去 哎现在水好像不流了 我把下面铺平之后 水就不会流了 那应该就没关系了吧 我用什么把它们勾引上来 我现在身上没带食物 哎上去了 那应该就没关系了 可以上来了 好吧那就这样吧 我家里还是有点黑 我家里不是黑 那是冷清 太冷清 我现在已经有两种 两种生物了 哎苦力怕哎 对了我把鸡蛋拿出来 看能不能孵出两只鸡 鸡蛋是直接丢下去就可以孵出来了 哎哎哎哎哎哎 他卡在那 不行 扔一下就行吧 他被牛卡在那 不要炸不要炸 不要炸 那我再去抓点鸡过来吧 我记得我边上还有盐的 这边只有一只鸡啊 太可怜了吧 你一直在下单就你一个嘛 算了一只鸡就一只鸡好了 你先跟我回家吧 他怎么不太想离我了 他好像被这个吸引了 哎 鸡把它推进来了 好样的鸡 奖励你一个 OK 那我们看看进度 我们现在有 有有那个了 有几只动物了 牧场初步完成了 看看有没有其他动物 其他其他那个可以完成 凡子没种动物啊 算了吧我才凡子两种 猫咪百科全出 驯服一只动物哎 我现在没有了 钓到一条鱼 我这个钓钢它是有问题的 就钓不到鱼 也不是钓钢有问题吧 就是 这版本有问题吗 还是什么有问题 哎 这次不会来 那应该就是观影的原因 我之前开了那个观影是不能钓鱼的 我现在换了一个观影就可以钓鱼 哦 又来了 nice完成了成就 欣慰十足 哦 生雪鱼 我们现在有鱼了 鱼是会过来的 你要耐心的等待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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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泥 还是生雪鱼 我看看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鱼 你要观察水面哦 哎来了来了来了 走泥 这是不是不一样的鱼 热带鱼啊 哦 说明我们这边是热带对吧 能钓到热带鱼 再来试一次 这次站高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哎走泥 还是这个 看来生雪鱼是最多的 OK我们又完成了一个成就 不用钓鱼 刚抓住一只鱼 那该怎么抓 冒险的话 这个已经完成了 三叉戟 三叉戟我还没有做 我可以做一下 杀死每一种敌对25 算了 利用不死图腾 我也没有做出来哦 50米开外 击杀一名骷髅 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试看 一件酸雕 幻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一件穿透两只幻影 让掠夺者也尝尝鲁的味道 嗯这个不错 我去把这把公 然后奴也放身边 探索时光 这个呢 与一名村民交易 所以呢 我们就去探险吧 就出去探险吧 因为有这么多 要击杀要交易 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村庄 还有一些探索时光 还有我要去 我还要去驯服一只伙伴 这里有很多诶 挖掉一块黑钥匙 没有挖 建造传说门 哦 这也是去那个了 去一界了 下界 去下界 钻石铠甲能救人 附魔师 我可以做钻石铠甲了 没错 我们先回家 做一些钻石铠甲 然后再把弩跟弓箭给带出来 然后我们就出去探险 诶 生了一个荡 看看有没有鸡 诶 两个都没有借 太没用了 钻 嗯 算了 我开玩笑 这三个钻石啊 做什么钻石铠甲 钻石铠甲 钻石铠甲 我有16把弓箭 然后弩的话我带一个在身上吧 这个完整的先放在家里 然后我需要做一个弓箭 诶 不过话说我可以做一个钻石弓诶 钻石弓得怎么做 有没有钻石弓这个玩意啊 既然如此我们就做一个普通的弓好了 OK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去探险了